多年在政壇上 客家人他有非常好的一個理念 就是大家會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選舉幾乎不敢講說一面倒 那是支持的人選 他們都會口耳相傳 那要符合民意 實際上以現在新竹客家人來說 他對閩南族群也好 對原住民也好 其實他們都很友善 像我我太太是閩南人 但是我太太下鄉去 說真的鄉親客家鄉親 對他有些還對他更好 因為他認為說一個閩南人 你嫁到新竹來他不但入境隨俗 而且他去關心很多的客家事務 這個疾難救助 做社會服務工作 其實我這個縣長 我不敢說做得好 其實我太太是幫助很大 她到了客家庄 她才發覺到說 客家人真的是 客家精神讓他們感動 就是客家文化跟閩南文化 比較不同的地方 讓一個閩南人也很感動 所以讓客家人更願意接納他 他認為客家人的熱情 你只要坦誠的 你對他們很好 對他們好 他會對你更好 所以新竹縣這個政治人物 其實像我們的議長 基本上都是閩南人 但是他們到了新竹縣以後 他雖然是先生是客家人 但是他對整個新竹縣客家人的善良 客家人的勤儉刻苦 他認為說 就像我們的議長 他雖然是閩南人 但是他就一直說 他要嫁給客家人 因為他認為客家人 真的勤儉刻苦耐勞 而且客家人非常好客 而且很熱忱 絕對不會說 這個閩南話應該講感興 這一點 他這樣接觸了以後 他發覺到 像跟我們的相處也是相同 好 我就是議長 這個縣長講了半天 沒有回答我剛剛的問題 但我做個結論 就是縣長這個客家人 娶了一個閩南人做妻子 然後這個閩南人 對應很多幫助 所以現在你決定 要幫助另外一個閩南女性 她是現在新竹縣縣議會的議長 張碧琴 張議長 張碧琴 張議長 然後未來呢 能夠繼續來為憲民服務 那立法委員邱靖淳 邱委員 大概因為長期在台北做立法委員 我想你的言外之意就是說 新竹縣的縣長 要天天跟新竹縣的縣民在一起 了解他們的心聲 並且知道客家文化 客家這個習俗的重要 那如果不是常常回到新竹縣的人 可能會有點隔閡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有沒有歪曲你的意思 但我知道縣長繞來繞去 就是不能夠直接碰觸 邱靖淳委員跟張碧琴的議長 他們兩個的差異 不過沒關係 選民還有三個多月時間 選民自己會做抉擇 好 我現在去曝光 有助理 好 謝謝 人 不收緊